首先一定要記得要先將筆電關機 然後我們逐一卸下背後的10顆螺絲 卸下背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筆電裡面的樣子 這邊是一個2.5吋的硬碟空間 它的規格是SATA3的介面 而右邊這邊是一個記憶體的插槽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把記憶體擴充在這裡 第二步就是要把電池跟主機板之間的連接斷開 斷開電源後 將硬碟附近的螺絲卸下 將硬碟托盤取出 那這邊先提醒一下 因為我有先用MacOS將SSD格式化成XFET 如果是全新的硬碟放進Windows的電腦中 要記得建立磁碟分割才能使用喔 接著將科副N510 Plus SSD放入托盤 在兩邊鎖上螺絲 將硬碟托盤放回原位 鎖上原本的螺絲 固態硬碟升級的硬體部分就大致完成了 接下來換右邊的記憶體 小心翼翼拿起記憶體 對人插槽的位置 可以留意到腳位寬度不同 按照這個提示往內插入記憶體 下壓時 兩側的機構就會固定住記憶體 確定沒問題後 就把電池接回主機板 然後把筆電的C鍵蓋回 鎖上螺絲 這時我們進入BIOS 可以看到記憶體已經正常識別到12GB 硬碟部分也有抓到科副的SSD 一切就緒 正常進入Windows 10 往後使用AutoCAD 就可以更流查地工作 還可以同時開網頁查資料做更多事情了 甚至可以考慮來做一下Rendisk喔 常用資料和作業系統就放在原本256GB的C槽 而資料存檔不備份就可以放在480GB的D槽囉 分類更加明確安全 再次感謝科副贊助我們的SSD和記憶體 邀請您按讚、分享、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